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老蔡峰 这期咱们继续回顾远赌皇权篇的剧情 上期说到,汉兄弟为了营救北斗军英勇牺牲 法鲁哥被天帝军士兵救下后耗损过大离去 不久之后,一个叫做贝隆的家伙找到了爱因 贝隆是天帝军的一名头目专门为赏金猎人提供任务 而北斗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贝隆所在的地区 所以他组织了一大批赏金猎人准备成立特战部队 贝隆打算让爱因来做这个特战部队的队长 并且赠送了爱因的女人一件毛匹大英 特战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杀掉剑次郎 如果爱因能够完成任务,就可以得到一个地区 可爱因向来都是独来独往,不喜欢团队作战,直接拒绝 这让贝隆非常愤怒,准备给爱因一点颜色瞧瞧 北斗军这边,林找的剑次郎声称巴托不知去向 看着慌张的林,剑次郎让他相信巴托一定没事的 就在此时,爱因出现在了剑次郎和林身后的山顶上 他还在盘算着要得到剑次郎的赏金一直没有放弃 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爱因已经被巴托发现 但巴托并不是前来拆穿爱因的,而是想要说服他 爱因不以为然,直接对着巴托就开始攻击 巴托以他极其灵活的身法闪避,让爱因无法命中 巴托表示,以爱因的实力虽然抵不过剑次郎 但是想要得到一个地区还是非常容易的 爱因困惑之际,巴托让爱因跟上自己就明白了 不久之后,爱因和巴托带领的北斗军来到了一个地方 此处正是贝隆管控的地区,爱因十分不解 就在此时,二人被看守这里的士兵发现 巴托直接运用鲁剑当场将看守的士兵给射杀了 可却因为动作幅度过大,失去平衡,二人叼到了城中 然后就被贝隆起下的天地军给团团包围住了 这次的爱因,交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只能与天地军开战 不过战斗中,爱因对巴托的觉悟和胆势刮目相看 当巴托被天地军士兵突袭时,爱因果断出手相救 很快城门下面的北斗军爬了上来一起对抗天地军 在众人的不懈努力下,贝隆的这个地区被北斗军占领 巴托询问爱因为何要成为赏金猎人 爱因表示,自己并不是喜欢这个职业才干的 是为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才选择了这行 不久后,贝隆得知自己的地区被北斗军占领很愤怒 并得知爱因竟然作为前锋,让贝隆无法原谅 于是他派出赏金猎人前去抓爱因的女人飞鸟 负责保护飞鸟的乔瑟夫不抵赏金猎人被击败 赏金猎人们将飞鸟挟持后离开了爱因的基地 天亮之后,乔瑟夫找到了爱因 并告诉他飞鸟被被龙抓走 爱因听闻后焦急万分,立马支撑前去营救飞鸟了 爱因离开后,金次郎和林赶到了巴托这里 乔瑟夫为众人讲述了关于飞鸟与爱因的故事 从前爱因是个非常勇敢的战士,实力不凡 有一次她受了重伤,被仇家追杀时被一个女人所救 这个女人正是飞鸟的妈妈,是个极其善良之人 在飞鸟妈妈的细心照料下,爱因很快就完全恢复 没想到仇家找到了这里,直接将飞鸟妈妈杀害 看着救命恩人倒地的爱因路不可遏 她一手抱着飞鸟,另一只手急速出击杀掉了仇家 从那天起,爱因变成了飞鸟的父亲 她决定要好好保护飞鸟,让其茁壮成长来报答殷勤 所以飞鸟的一切就是爱因的一切 剑次郎得知情况后,骑着黑网朝着爱因的方向追去 不久后,爱因终于找到了贝龙等人 她直接出手,将贝龙身边的两名赏金猎人击杀 随即又控制住贝龙,证问她飞鸟在什么地方 就在此时,一名叫做莲的赏金猎人现身 此人原先是爱因的部下,现在已经背叛了她 莲运用飞鸟作为人质要挟爱因逼她放了贝龙 为了不让飞鸟受到伤害,爱因只能照办 于是贝龙拿起狼牙棒,对着爱因救世一顿蹂躏 关键时刻剑次郎赶到,直接控制住了莲救下飞鸟 剑次郎表示,威胁已经解除,爱因可以放手去干了 爱因夺过贝龙的狼牙棒,直接将其击溃 爱因这次被剑次郎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她决定为了飞鸟,要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几天之后,剑次郎得人率领北斗军来到了中央帝都 爱因也因为剑次郎等人救了飞鸟,与他们一起行动 剑次郎告诉军师李哈克,现在已经到了攻破帝都的时机 李哈克派部下对天地军进行了调查 仔细排查之后,并没有发现天地的真面部究竟是谁 不过查明了是总督沙高假计天地的名义在为非作戴 沙高利用天地赋予的权力,命令五名圆斗将军为其卖命 现如今,磁光将军索里亚已被剑次郎打败 而磁光将军降起,因为恩义也不打算以剑次郎为敌 如今的圆斗将军只剩下三名,他们军在中央帝都 特别是他们的首领,金光的法鲁哥实力极其强悍 上次虽然与剑次郎见面没有战斗,但他却是最棘手的 巴托十分不解,为何法鲁哥会升得天地军人的人心 李哈克告诉了剑次郎和巴托关于法鲁哥过去的事迹 那是拉欧自立拳王想要与苍天对战的时代 在这个过程中,拳王的魔招也升向了圆斗之寸 身为圆斗皇权继承人的法鲁哥挡在了拳王面前 但他并未运用武力对决与拳王之间分出胜负 因为若是二人开战,必定会两败俱伤 并且作为战场的村子也会遭受灭顶之灾 为了保护圆斗之寸的人们,并且不想成为拉欧的部下 法鲁哥自断右腿,来让拳王不要围揽圆斗之寸的人们 拉欧表面上冷酷无情,类型却十分看重中义气之人 所以他承诺法鲁哥不会动村民们最后离开了村子 听了法鲁哥的事迹后,众人很疑惑 为何重情重义的法鲁哥会甘愿成为天地的走狗 李哈克告诉众人,是因为圆斗皇权的使命问题 毕竟一直以来,圆斗皇权的使命就是守护天地 而如今总督沙高有着天地给予的权利,他也只能听命 与此同时,帝都宫殿之中,法鲁哥正在面见沙高 沙高质问法鲁哥,为何不彻底消灭北斗军再回来 而且还对着法鲁哥的一只右腿不断攻击,发泄愤怒 不过法鲁哥忠于天地,不想与天地的亲信之间争执 一旁的赤装将军将棋实在看不下去,任无可忍 他打碎墙体,拿起碎石直接攻向沙高,意图杀掉他 没想到法鲁哥却反手将石头打碎,阻止了将棋 将棋十分不解,为何法鲁哥都这样的还要护着沙高 并声称,沙高就是假借天地之名,想要除掉北斗而已 原来那次拳王答应法鲁哥后,准备离开圆斗之村时 拳王察觉到了躲在暗处图谋不轨的沙高 当拳王抓住沙高时,他不断求饶,声称以村子财产交换 看着沙高贪生怕死却又充满邪念的眼神 拳王告诫法鲁哥,此人不可长留,并建议法鲁哥除掉沙高 并声称,若是留下沙高,他必定成为法鲁哥最大的祸端 拳王离开圆斗之村后,法鲁哥并未杀掉沙高 不过沙高因为此事,对北斗产生了极其深厚的敌意 而且拳王纳欧成为了沙高的心理阴影 只要沙高身处黑暗之中,他就能看到北斗其心的闪烁 长期的害怕和畏惧,让沙高对所有北斗之人都憎恨 每次都会在北斗之人的折磨下从噩梦中惊醒 这也是沙高为何要让中央帝都成为不厌城的原因 将其对之前沙高做的事情就已经一忍再忍了 可如今,沙高竟然如此嚣张,还对圆斗首领大打出手 法鲁哥抱起将其的尸体离开了宫殿 沙高不敢妄动 不久之后,将其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原来刚才,法鲁哥略施小技,让将其注意了假死状态 而此处正是专门流放那些因发电身亡之人尸体之地 如今得罪了沙高的将其,肯定无法再待在此处 所以法鲁哥打算让将其混在尸体中将他运出城外 临别之际,法鲁哥终于向将其说明了缘由 如今天地在沙高手中 若是杀掉沙高,就无法找到天地 圆斗黄泉可是保护天地的拳法 他要誓死保护天地 如今将其在米面上已经死去 可以不用再为天地效力 法鲁哥希望将其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度过余生 可这一切早已被心机极生的沙高拆了出来 他带着蓝光将军伯鲁和立光将军泰格半路截虎 伯鲁用长枪击中了尸体袋中的将其 他还盘算着等到法鲁哥除掉北斗后再将法鲁哥也除掉 剑慈郎等人这边恰好目睹了运送尸体的运河 看着这些无辜死去的人们 让北斗军更加愤怒 就在此时,暗音发现了一个尸体袋中还有动静 他拔掉尸体袋上的长枪后 发现此人还有气息 剑慈郎上前认出了此人正是自己的好友将其 将其告诉剑慈郎 这一切都是总督沙高一手造成的 并且拜托剑慈郎一定要除掉沙高这个罪魁祸首 看着自己恩人兼好友的将其死去 剑慈郎愤怒至极 他直接带着北斗军来到了帝都大门前方 南光将军伯鲁兹守在城门前直接烧掉北斗其挑衅 剑慈郎拿起从将其身上取下的长枪扔了过去 从几百米开外的距离处直接将伯鲁兽射在了墙上 伯鲁兹认出了自己的长枪深感剑慈郎的强悍 剑慈郎声称自己要为好友将其报仇要单挑伯鲁兹 伯鲁兹一跃而下来到剑慈郎身前应战剑慈郎 他率先释放圆头百线猎斩攻向剑慈郎 剑慈郎以防守的姿态硬扛了伯鲁兹的攻击 伯鲁哥这边被一个叫做米亚的女子找上 米亚一直深爱着伯鲁哥 而且伯鲁哥也很喜欢米亚 但为了找到天地的下落 米亚主动留在了沙高身边 不过沙高的口风很紧 米亚并没能得到任何情报 伯鲁哥如今非常后悔 自己当初没有听拳王的话除掉他 不然现在就不会让天地落入沙高手中留为人质了 其实当初伯鲁哥确实要除掉沙高这个小人的 但却因为母亲的仁慈 让伯鲁哥无法下手 后来伯鲁哥的母亲离世后 沙高为了自保囚禁了天地 还假借天地之名 坚定了这座戏人邪的中央帝都 因为顾及天地的性命 伯鲁哥一直忍辱负重忍气吞声 沙高这边 得知北斗神拳继承人剑刺狼打上门来 对北斗痛恨且惧怕的沙高 吓得几乎快要疯掉 于是他以天地的性命要挟伯鲁哥去打倒剑刺狼 伯鲁哥接受命令之后 并没有直接前去迎战剑刺狼 他找到亲信赛亚 并交给他一个遥控器 原来伯鲁哥已经暗中在帝都中心安装了炸弹 若是自己无法战胜剑刺狼 他就让赛亚引爆炸弹 因为伯鲁哥生知 自己死后天地也是活不了的 他断定沙高会因为害怕北斗而杀掉天地 然后再将杀害天地一事 叫后给剑刺狼让天下人皆知 伯鲁哥不想因为自己的过错 让原斗和北斗名誉都扫地 所以才想出了这个方法 让这个秘密永远封存 暗中的米亚听闻了伯鲁哥的想法后 直接现身 他让伯鲁哥将遥控交给自己 因为要是伯鲁哥死了 米亚也不想一个人留在世上 看着眼前这个深爱着自己的女人 伯鲁哥感动不已 他换上了原斗黄泉继承人专属披风后准备出战 很快伯鲁哥便出现在了尖刺狼的面前 紧急着原斗和北斗两大继承人之间的对战开始 就在二人交手之际 天空却出现了裂痕分成了两半 此时的灵突然感觉帝都城堡中有人在呼唤着自己 而且呼唤之人竟然就是被杀高求尽的天地 巴托德之后 准备和灵一起潜入帝都一探究竟 爱因为了保护二人 将飞鸟交给乔萨夫后追了上去 随后三人便顺着灵听闻的呼唤声一直找寻 最终三人找到了声音源头 竟然是沙膏寝宫之处 此时的沙膏 因为识破了法鲁哥想要扎毁帝都的阴谋 他正在对塞亚和米亚二人进行言行拷打和蹂躏 就在他让士兵杀掉米亚时 巴托上前阻止了士兵 当沙膏看到灵的样貌之时 变得极其慌乱 爱因知道杀害将其的罪魁祸首就是沙膏 很势不爽 他来到沙膏面前 直接一拳砸向了沙膏面门 我想到沙膏竟然按下了宝座上的按钮 释放催泪瓦斯 这让爱因和巴托一时间无法睁开眼睛 爱因听声变味 还想要出击 却被米亚阻止 米亚表示 若沙膏死了 天地的下落就无人知晓了 不然的话 法鲁哥早就将沙膏给杀了 爱因得知情况后 也不打算放过沙膏 想让其闭上臭嘴 就在此时 两刀绿光袭来 直接打费了爱因和巴托 原来是圆斗将军 绿光的泰格出现在了这里 沙膏趁泰格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直接启动了机关 这让五人直接掉入了宫殿下方的密室之中 危险的密室里 竟然有一个黑影出现在众人面前 但看清此人的长相后 才发现他是个女的 并且长相与林如出一辙 简直就是双胞胎一样 米亚和赛亚认出此人 正是众人所说的天地路易 原来上一代天地 拥有的后代是一对双胞胎女儿 作为天地辅佐的法鲁哥和沙膏 见状非常惊讶 不过沙膏却让法鲁哥按照规矩来做就行了 于是他将其中一个婴儿抱起 并让法鲁哥除掉 并声称天地只要一个就够了 若生两个的话会带来不幸 导致天会裂开成为两半 法鲁哥犹豫不决时 沙膏却以圆斗黄权继承人职责要挟 声称法鲁哥的祖先 一直就是这样守护天地的 那时候还很单纯的法鲁哥 对沙膏的话语无法反驳 于是他将其中一个婴儿带出宫殿 准备履行职责 但当他准备杀掉婴儿时 却发现婴儿微笑地望着自己 这种天真无邪且治愈人心的微笑 让法鲁哥无法下手 于是他改变了主意 偷偷将这位婴儿送到了好心人家中 而这个婴儿正是林 好心人正是林印象中被杀的父母 所以眼前的路易正是林的亲姐姐 而且路易早已知道自己有个妹妹 并且一直关注着林 不过此时的路易因为长期未见光 导致双目失敏 林看着自己的亲姐姐被杀膏折磨成这样 满眼泪水 可路易却声称 自己的遭遇也林比起来不足挂齿 姐妹二人紧紧相用 抱在一起享受着重逢的喜悦 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动流涕 爱因表示 能对女人和小海虾毒手的杀膏无法原谅 就在此时 密使上方的地板突然碎裂 爱因为了保护大家 用身体挡住了上方掉落的碎石 原来是上方的杀膏想要杀人灭口 扎碎了地板 杀膏以为众人已被碎石砸死 说出了自己的阴谋 原来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留天帝活口 只是拿天帝的性命来操纵法鲁哥而已 如今法鲁哥正和剑次郎打得如火如荼 无论结果如何 双方毕地都会遭受严重的伤害 到时候杀膏就得命令天帝军将身处之人解决掉 所以现在的天帝 对杀膏来说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除掉天帝之后 杀膏打算自己成为天帝统领世界 与此同时 尖刺狼和法鲁哥之间的战斗也是异常激烈 尖刺狼也从法鲁哥那里得知了灵和路易的事情 不过法鲁哥心意已决 打算应用双手对此事做个了断 他直接摆出架势 释放圆堵黄拳奥义将尖刺狼击倒在地 尖刺狼站起之后 蓄力一拳进行反击 可法鲁哥轻盈的身躯 直接单脚落在了尖刺狼的拳头 紧急着释放金光 击中尖刺狼腹部 将剑刺狼上翼正遂 剑刺狼这才想起 法鲁哥的右腿是一只 于是他直接点了自己右腿的血道 让其无法动弹 因为剑刺狼想要与法鲁哥之间公平对决 随即二人之间再次展开了激烈对战 数百个回合下来 双方已经筋疲力竭 全身血流不止 而法鲁哥则是一直在等待这个时机 他运用一只当作支撑 迅速踢出左腿对剑刺狼猛攻 然后一击边腿 直接将剑刺狼踢倒在地 法鲁哥趁机约到空中 准备给予剑刺狼致命一踢 剑刺狼单膝跪地 运用双手挡住了法鲁哥的踢技 立马运用左腿 瞬间破坏了法鲁哥右腿的平衡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直接点中了法鲁哥胸壳血道 但法鲁哥并不慌乱 直接运用双手推开了剑刺狼 凭借圆斗黄拳2000年来对北斗神拳的研究 他已经拥有破解北斗神拳封印壁孔的方法 随即法鲁哥解开了被剑刺狼封印的血道 再度开展 不过双方的体力已经见底 二人只能进行近身肉搏战了 法鲁哥深知 剑刺狼刚才点血的那一击其实保留了力量 于是他问剑刺狼 为何刚才不直接杀掉自己 剑刺狼回答道 是因为法鲁哥坚定的眼神阻止了自己 就在此时 沙高出现在了城门上方 他知道剑刺狼和法鲁哥体力已经耗尽 搬出了墙路 随即一声令下 直接让士兵射出巨剑飞向二人 剑刺狼为了救法鲁哥 为其挡下两只巨剑 其余四只巨剑 被法鲁哥的轻微对士兵舍命挡下 法鲁哥问剑刺狼 为何要以身犯险救下自己 剑刺狼回答道 沙高的脏手打倒法鲁哥还不够资格 要打倒法鲁哥的 只有自己才行 法鲁哥被眼前这个男子 喊得被力深深折服 他扶起剑刺狼 准备与剑刺狼共同面对沙高 沙高间二人没死 命令士兵再次对强弩安装了巨剑 就在沙高命令士兵再次放箭之时 地面发生剧烈震动 紧急着水流爆发 将架放强弩的地面冲垮 原来是爱因和巴托等人 带着天地已经逃出了密室 之前在剑刺狼与法鲁哥对战的时候 爱因和巴托等人 发现了密室中挖掘地下水的装置 于是爱因运用自己的铁拳 对着装置疯狂输出 可是地面的岩石太过坚硬 爱因几度出手都没成功 最后通过爱因坚强的意志力 还是击碎了装置 而地下水因为爱因的权力冲击 迸发而出将它们带出 不过爱因也因为先前用身体 替众人挡住碎石伸受泪伤 再加上打碎挖掘地下水装置的 体力消耗优发存活 临死之际 他将女儿飞鸟托付给了巴托 他笑着询问巴托 这样死去的自己会不会太酷了 弥留之际 爱因仿佛看到自己带着飞鸟 来到了广阔草原 大哥允密声称他酷毙了 法鲁哥得知天地路易已被救出 他停止了战斗 毕竟他与剑磋狼对战 都是因为沙高将路易作为人质 于是二人准备联手除掉这个奸扎狡猾的小人 沙高健壮 命令手下启动机关放到城门砸向二人 看着被城门埋没的二人 沙高兴奋不已 因为这两个眼中钉死后 就没人能阻止他成为天地了 可就在此时 门体碎裂 剑磋狼和法鲁哥再次站起 沙高健壮立马让身后的士兵出战击杀二人 法鲁哥想要出战 却被剑磋狼阻拦 剑磋狼声称 这些士兵就交给自己来解决 他捡起地上的巨剑 对着士兵疯狂出击轻松获胜 沙高深感不妙 立马让原队将军泰格出战 可泰格却并不打算出手 他让沙高自己解决 他一把手推开沙高后转身离去 沙高健壮指令逃跑 可剑磋狼早已运用巨剑瞄准了水箱 剑磋狼奋力拎出巨剑 将储存水箱击碎水流涌出 沙高也被水流从城楼上 冲到了剑磋狼和法鲁哥这里 剑磋狼告诉法鲁哥 现在可以做个了断 沙高死后 法鲁哥终于见到了 心心念念的天地路易 路易因为以法鲁哥重逢 眼睛再度恢复了光明 法鲁哥也履行了 身为圆斗黄泉继承人保护天地的使命 而就在此时 弥亚发现鲁已不见了踪影 原来鲁为了解救被沙高关押的苦力 折返了回去 他释放苦力后 来到密室找到了昏迷的赛亚 就在鲁准备将赛亚救出时 立光将军泰格出现 泰格表示自己是前来带走鲁的 赛亚为了保护鲁 与泰格之间展开了战斗 可赛亚根本不是泰格的对手 被其轻松击败 泰格直接打晕了鲁 将其带出了密室 还扬言要炸毁帝都 塞亚非力逃出城堡 将此事告知众人后 帝都炸脸 剑磁郎接触了塞亚 才得知鲁已被泰格劫走 不过剑磁郎表示 只要自己在世 他就一定会救回鲁的 事后剑磁郎等人为爱因举行了葬礼 葬礼上 飞鸟将爱因的宝贝手套交给了剑磁郎 剑磁郎询问飞鸟 为何要把手套送给自己 飞鸟回答道 他想自己这样做 爸爸肯定会高兴的 剑磁郎将飞鸟抱起后 双眼不禁流出了眼泪 他表示 爱因会一直活在自己的心中 林这边 被圆斗绿光将军泰格带到了死海边上 这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后一片大海 在海的另一边 是一个传说中的恐怖王国 修罗国 泰格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将林带往修罗国去的 修罗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剑磁郎又能否将林 从修罗国中顺利带回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我是老蔡峰 我们下期见